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些称恨与矛盾 人与人之间就会相处得更好 大家好,我是平安 欢迎来到好运思维 感谢你的点击和订阅 今天我们要来说 16个字如果你参透了 就能够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首先它是微笑 微笑它对生活是一种态度 跟贫富地位处境没有关系 只要心里有阳光的人 才能够感受到现实的阳光 如果你微笑着去生活 那么就会增加亲和力 别人就会更乐于和你交往 得到的机会也会更多 微笑它是对他人的尊重 同时也是对生活的尊重 它还是朋友间互相问好的语言 是一种修养 第二是要适应 这个世界怎么改变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世界 不要陷入外境的迷失 平添很多的烦恼 我们常常因为外境而心生分别 一句好话就能顾上天堂 一句批评就会茶饭无味 长转难眠 不能让环境适应自己 只能让自己要一定去适应这个环境 第三当然是理解 没有必要把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和人争执上面 为了一点点的小事 做无谓的争吵 生活中还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珍惜 坦诚的承认自己的过失 接受别人的道歉 给对方一点点的宽容和理解 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消除了怨恨和烦恼 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些称恨与矛盾 人与人之间就会相处得更好 第四是包容 包容它是一种境界 一种智慧 源自人心的善良 仁爱与慈悲包含着一种谦虚 人的个性不同 见解当然也就不一样 凡事见人见智 包容者就能够博彩众长 从善如流 宽恕待人允许别人要有过失 并且以德感人 它是一种善的力量 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第五就是要欣赏 形成好的念头 身形好事 搅走好路 改善自己呢 其实就是在妒忌 同时也是在妒忍 一个人啊 都有无限的可能 这无限呢 就是空性 而有限就是障碍 君子呢 如果达了空性 就能够悲心切愿 任重道远 无所事事的的人呢 内心并不轻松舒适 积极付出的人呢 内心呢 反而会宁静 喜悦 欣赏他人呢 既是庄严了自己 因为呢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世界所限 全都与己相关 第六 当然是谦朗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 为亲人让步 为朋友让步 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呢 是缺乏胸襟的人 试问一个连自己人 都斤斤计较的 可交往吗 长不大的人 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 那就是跟自己人 跟自己所爱的人 做一些无谓的 真长短 论输赢 那么看起来 很爱面子的人呢 其实呢 他通常内心啊 都充满着不自信 胆怯 是装出来的坚强 从不会懂得认错 和让步的人呢 内心往往都是充满着 妒忌狭隘 很难让阳光照进 他们的心灵 一个懂得爱的人呢 宁可扮演书家 爱呢 就是要懂得让步 让步在情感中呢 不是退却 也不是成全 而是一种尊重 一种人格 一种胸襟 一种涵养 第七呢 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善良 一个人呢 不会因为自己的 善心善德 而损失什么 反而呢 会因为他的善心善德呢 而得到福报 善良之人呢 都会孝敬老人 善待每一个 与他相识的人 经常呢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馈 有德之人呢 命系于天 归难之时呢 总是有金无险 化险为夷 因果得福 遇难成祥 冥冥之中的天佑善良人 让善良的心 与生命同在 最后就是感恩了 感恩呢 是一种美德 它呢 是一折芬芳的誓言 是一种幸福 更是一个永恒的支点 心中如果长成感激呢 心路才能够越走越宽 要知道啊 生命它是一个过程 苦和甜呢 都是来自外界 体为幸福 就是来自内心 愿你的人生呢 能够拥有这十六字 并顺随 美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感恩你的点击和订阅 这里呢 是通过改善你生活中的细节 和思维方式 来帮助你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能量磁场 充满的让我们的生活更顺 运气更好的地方 下回再来 点击和字幕ğ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